歡迎收聽《紳士國慶新聞》 日行新研究估計 在2019年全球至少有127萬人 因耐藥性細菌感染失去生命 相當於每天有3,500人因此死亡 衛生專家警告 礦微生物藥物耐藥性已經是重大威脅 成為全球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這份剛剛發表在柳葉刀期刊上的研究 被認為是直到現在為止 有關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 簡稱AMR最全面的評估報告 抗微生物藥物包括 抗生素、抗病毒藥物、抗真菌藥物 和抗寄生蟲藥物 是用於預防和治療人類動物和植物感染的藥物 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 是指細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蟲等 對於治療它們的藥物產生抵抗力 在暴露於一種或多種抗微生物藥物之下的時候 仍得以生存 產生抗藥性的微生物有時被稱為超級細菌 這項屬於全球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研究計劃的分析 收集了204個國家或地區之中 同23種病原體和88種病原體 藥物組合相關的死亡人數 並計算了AMR在全球21個區域中造成的損失 研究者表示 這些數據來自回顧報告、醫院系統、監測系統和其他來源 在分析了高達4億7,100萬筆資料後 研究人員認為 2019年內 AMR在全球直接導致了127萬人死亡 亦與同年495萬人的死亡有關 研究人員說 這個數字已經超過當年愛滋病和藥疾的死亡人數 據估計 愛滋病和藥疾在2019年分別造成了86萬人和64萬人死亡 研究人員估計 在全球21個地區中 AMR在薩克拉爾南的非洲造成了最高的損失 直接導致了在每10萬人中有27.3人死亡 在大洋洲造成的損失最低 直接造成了在每10萬人中有6.5人死亡 此外 儘管AMR對於所有年齡的人來說 都是巨大威脅 但是幼兒被認為是風險特別高的群體 大約5分之1AMR造成的死亡 發生在5歲以下的兒童身上 在23種病原體中 研究人員發現 有6種病原體的致死人數 佔了AMR致死人數的73.4% 其中包括 大腸幹菌 金黃葡萄球菌 克雷白氏肺炎菌 肺炎鏈球菌 褒氏不動幹菌 和綠龍幹菌 研究人員估計 這6種病原體直接造成 92萬9千人死亡 並與357萬例死亡有關 該研究的第一作者 華盛頓大學醫學專家 克里斯莫里 在一份新聞稿中說 這些新數據 揭示了全世界AMR的真實規模 是一個明確的信號 我們必須立即採取行動 來應對這個威脅 他補充說 以前的估計是 到了2050年 每年有1000萬人死於AMR 但是我們現在確切感知 我們已經比想像中更接近這個數字了 以上節目內容 是取材於大紀元記者陳婷綜合報導